全球伊斯兰事务理事会星期二起 开会讨论伊赫万集团是否涉及一端邪说 再考虑把集团控上伊斯兰刑事法庭 槟城首长曹关友卸下了 宾州行动党主席职位 敦促党员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优先 长途巴士失控坠入沟渠 司机在内五个人受伤 政府全力取缔全球伊赫万集团 专注力扩大到信仰教条 这个组织信奉的教条被指示一端邪说 星期二开始的全国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会议将会讨论 而执法的大网也杀到了学校 高教部会配合警方的行动 确保全球伊赫万的教条不会渗透大专院校 警方连同多个部门昨天启动第四阶段行动 清除全球伊赫万集团在半岛的余党 在多个州署上门取缔和这个组织有关的地点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纳因莫达表明 全力支持警方执法 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 伊斯兰发展局全面配合警方行动 也和州宗教局会面协调各州的执法事务 外界指控全球伊赫万和被裁定为异端邪说的奥尔根教派有关联 部长证实从星期二开始 一连三天的全国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会议 将会讨论这个组织的信条内容 玻璃市前天开了查禁全球伊赫万信仰的第一枪 颁布这是一个异端组织 至于吉兰丹的立场是 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和真评实据才能下定论 吉兰丹宗教师拿督苏克里表明 如果全球伊赫万的信仰和奥尔根教派相同 才会裁定全球伊赫万是异端 丹州会在即将举行的 全球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会议讨论 另外为了避免全球伊赫万的教条 渗透大专院校 高教部长拿督斯里战比里表明 无论是学省或教员 只要高教机构有人牵涉这个组织 部门会全面配合警方调查 因为这是警察的权限 是的 警方过去几天雷利扫荡 全球伊赫万集团多个场所 还扣查了几百份和伊斯兰异端组织 奥尔根教派有关的书籍和教材 伊斯兰发展局会根据所查获的证据 鉴定这一批信徒的信仰是否符合教义 伊斯兰发展局总监 拿督哈基马发文告证实 当局会把这些证据用作调查报告的基础 并提成到星期二的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会议 再做定夺 而会议的结果也会成为州宗教局裁决的指南 以将这一个组织带上伊斯兰法庭提控 警方昨天大阵仗开启了全球行动第四阶段 不只在吉兰丹哥达巴鲁一个河岸的土地下 找到几十本伊赫万集团的宗教书籍 同时也在马六甲19个场所 期货了285份异端组织的教材 全球伊赫万集团的取缔行动中 也救出了26只动物 包括了马匹、兔子和孔雀 这些动物本来情况还不错的 可是有一部分在过去三天没有人照顾 饮食有点不够 生活环境卫生也变差了 警方和动物协会昨天在雪兰儿万脑 找到这一批动物 他们被养在全球伊赫万一个商业单位里 包括了14只兔子、9匹马和3只孔雀 动物协会主席阿里达威解释 马匹在反洗黑钱法令下被归类为资产 所以警方暂时保管 至于其他机构没有能力处理剩余的动物 所以会由动物协会照顾 过去三天 这些动物都弃制在一旁 由于马匹在户外 附近的居民还可以轮流喂食 可是兔子和孔雀 锁在建筑物里 没有办法靠近 在接下来的取缔行动 动物协会不排除和警方合作 继续拯救动物 照顾他们 今天凌晨 柔佛发生了严重车祸 一辆长途巴士在南北大道失控坠入沟渠 包括司机在内 一共有五个人受伤 这起车祸发生在南北大道 第91.4公里处南下的方向 永平消整局行动指挥官 莫哈莫法汉指出 他们在凌晨3点56分左右接到投报 就立刻派人赶到现场 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 长途巴士撞入沟渠里 巴士车门损坏了 无法打开 11个人受困在巴士中 促使萧整员必须要破坏挡风玻璃 才能够将受困者救出 当局还在彻查照获原因 贺锦丽想要辩论 可是特朗普却拒绝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稍后告诉你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以色列星期六对黎巴嫩发动了400次空袭 真主党则是向海法市附近的 拉马特大卫基地发射了火箭弹 这是加沙战争开始以来 双方最大规模的交火 以色列军方表明 在发现真主党计划袭击 以色列社区以后 以军队黎巴嫩南部 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黎巴嫩当局则是指出 以色列星期五袭击真主党指挥官 导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 至少37个人死亡 包括三名儿童 还有七名妇女 救援人员还在废墟中 寻找生还者 真主党证实 有16名成员在这场空袭中死亡 包括高层领袖阿基勒 美国总统拜登指出 中国目前持续在南中国海 还有台湾海峡 展示侵略性 测试整个地区的反应 眼看中国多项经济数据 持续放缓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正在使用外交手段 试图推进中方的利益 拜登星期六在家乡特拉华州 召开了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 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时也点出 习近平正在寻求 专注在国内的经济挑战 尽量减少北京 在外交关系上的动荡局势 借此争取外交空间 追求中国的利益 不过话虽如此 美方正要在今年 已经几次联系 或是访问中国高官 借此预防中美冲突升级 并主张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会不会再来一场辩论 各界都在关注 贺锦丽星期六再次向特朗普下站帖 邀请对方参加10月23号 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辩论 结果再碰钉子 特朗普说 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 还要再辩论为时已晚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竞选团队 星期六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邀请 参加10月23号的辩论 贺锦丽在社媒X平台发文 向特朗普下站帖 称自己非常愿意参加这场辩论 希望特朗普能够和他再来一场辩论 不过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同一天在北卡罗莱纳这个关键摇摆州的竞选集会上宣称 要再进行一场辩论 自己虽然乐意 特朗普随后左右开弓 先是抨击贺锦丽日前在活动上对枪支拥有权发表的评论 让主持活动的美国著名主持人欧普拉 尴尬得想躲在桌底下 之后又把矛头指向美国总统拜登 指拜登夫人近期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 质疑拜登是否还是总统 还笑称自己也要让妻子主持内阁会议 抨击完对手 特朗普也不忘老调重谈 重申自己一旦上任 就会结束庇护城市 目前维吉尼亚州 明尼苏达州和南达科他州 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5号登场 究竟谁能够入主白宫 全球都在关注 先休息片刻 稍后关注北海斗木宫 50周年庆典 宾州行动党今天召开 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 出任州党主席长达25年的曹关友 也在今天卸下职务 功成身退 除了呼吁全党上下团结一心 也提醒各造 务必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摆在个人利益之上 不要理所当然地看待一切 必须遵守党的斗争 今天相信 今天的民主行动党 以远比25年前的行动党更强大 所以我很荣幸 曹关友在宾城国际体育场为宾州行动党大会致辞时表示 尽管宾州火箭已经取得不少的成就 但应该要持续为民贡献 以民为本 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他也在交放时打趣地说 往后的继任者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在位25年记录 因为根据修改后的党章 行动党州主席最多只能够在位三届九年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外界早前盛传 两位新任州主席的人选 分别是副财长林慧英 还有人资部长沈志强 槟城北海斗姆宫 喜迎创工50周年庆 一连10天的庆典当中 又以昨天登场的 亚洲民族文化艺政装艺大游行 最为热闹非凡 来自中国、台湾、泰国、新加坡 还有本地的各路艺术团 大显身手 用音乐、舞蹈、妆容还有装置 展现各类文化精髓 让宾州民众大饱眼福 这就带你回顾一下昨天的盛况 配合创工50周年惊喜纪念 北海斗姆宫从这个月13号到今天 一连10天举行一系列庆典 最盛大活动 莫过于耗资百万令吉的 亚洲民族文化艺政装艺大游行 汇集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和大马的游行大军 昨天傍晚6点从北海斗姆宫出发 游行路线长达7.5公里 大批民众驻祖为官现场毫不热闹 游行的重头戏 当属来自中国的蒲宁赴美青年英歌队 以及武川飘色艺术团 因为这两个艺术团都名列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 源自中国岭南地区的飘色艺术 集结了音乐、舞蹈、戏剧、魔术等等元素 一般会由四名师傅抬起色板 板座上的孩童则扮演不同角色 凌空漂浮的曼妙设计 也让这个民间艺术 享有隐蔽的东方艺术之称 我们从运落两票 也就是一平一票 发展到现在的一平十票 那是十六票 通过纪念的创登 我们已经是达到一只很高度的薯片 小朋友的高度是阿玛仪高 重量是三十公斤 通过每年的培训 他们认为扮演飘色的小色子 到现在是飘色的前生人师傅了 至于来自潮山普宁的富美英格队 发展史可谓一波三折 历经半世纪断层后 2009年才浴火重生 英格艺术结合南派武术和戏剧等等元素 表演者的脸部会画上梁山好汉颜谱 手持英格锤或是手骨 队员跟着节拍翩翩起舞和更换队形 气势磅礴且振奋人心 很多时候是我们半夜凌晨一两点就化妆 然后一化妆就花几个小时 然后要跳就跳一整天 英格有快板中板慢板 然后我们所跳的快板英格是对体力消耗是特别大的 所以要坚持下来 确实要对英格文化要特别特别的喜欢 除了举办艺术大游行 北海斗姆宫也耗资500万令吉 动员500名义工 新建谭恩金路罗天大教 祈求世界和平 人民安居乐业 北海斗姆宫会晤顾问吕良辉 由衷感谢善心人士慷慨解囊 才能帮助斗姆宫筹筹建设款项 全球暖化带来的高温气候让城市变得越来越热 为了帮城市降温 城市氯化专家就设计了一款结合攀腾植物 还有木制结构的氯化家具 这一款适合放置在户外的大型客制家具 透过制造更大的阴影面积 还有植物散热的特性 除了帮助降温 也展示了通往更凉爽 还有永续绿色城市的可能 城市中的夏天 有时候会让人热得窒息 为了给城市降降温 就有城市氯化专业人士 设计了一款大型的街头家具 这个垂直氯化系统 在三角形的木制结构上 种植攀腾植物 可以最大化阴影面积 不仅可以氯化城市 达到降温效果 还为当地居民准备了休闲场所 Wert is basically a planting structure it's a static structure which is keeping plants for a season and we are growing in this structure like seasonable plants different kind which are growing up to 10 meter within one year and providing shadow and fresh breeze 城市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景观 随着自然景观被建筑物和道路取代 就会产生城市热岛效应 也就是城市温度比周边地区更高的现象 这个木结构上种了25种不同种类的攀腾植物 每种都具有快速生长的特性 它们将通过蒸散作用 降低表面温度 再受到气候影响 产生热岛效应的城市 发挥作用 从而减少城市内的碳足迹 快速轻松地将自然带回城市 绿化之余也提升生物多样性 感谢收看五间新闻 祝你周日愉快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